大家好,我是Yulika 大家好,我是Yulika 今天是特殊企劃之我身邊的人們 大家可以叫我珊珊 我來日本三年就讀美容專科的大學 主要會有兩個課題 第一個課題就是必修的 就是必考的叫做剪法 你要在20分鐘以內剪完一顆頭 就要剪一個有層次的頭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課題 我選槓子是要在20分鐘以內完成 然後另外一個叫 叫復古鋪浪圖 復古鋪浪圖是要在25分鐘內完成 非常緊張啊 因為我準備了兩年 我們一年學費加雜費 大概要接近兩百萬人民幣 兩年這樣子加起來 就只為了那一天 你知道壓力有多大嗎 我們後面那兩年不是說你想生就能生 它的有一個門檻就是你一定要拿到美容師執照 那如果你沒有拿到的話 你就只能留級 繼續考再繳一次兩百萬 所以你知道我壓力有多大了嗎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國家考試 一定要在日本的才可以參加嗎 還是你可以國外過來日本考 不行你要唸日本的專門學校 唸滿修業師術 它都是日文考的 然後有分學科跟實際 學科是一些理論嗎 美容科的 喔這你們就絕對不相信有什麼東西 我們要考的學科有法律 衛生消毒 人體還有科學還有皮膚方面 然後還有一些我覺得很奇怪的科 這很難嗎 因為你剛剛這樣講下來很難耶 很難 全部都是日文 好難喔 天啊 沛三阿 以後發達的阿 就是你知道 老富貴物相放 好我不會忘記你們 那你拿到這個美容科的考試之後 不要留級之外 你可以有什麼特權嗎 就是例如在這邊開美容院 或怎麼樣之類的 這張美容證可厲害了 目前阿 日本是說 你要做中睫毛的話 一定要有這張證 然後做美服也要 可是不知道他哪一年會不會變成 連做美甲是不是都要這張證了 因為我們學校 從今年還是明年開始 我們學校有兩大科系 一個是美容科 就是我現在在念的這個 另外一個是 Total Beauty 就是造型 然後原本造型 是不用考美容師執照的 但是從今年還是明年開始 就變得要考人 反正有就是先背著嘛 可以打滾這個美容液這樣子 如果是日本人的話 他還需要在日本念多久 才可以去考這個嗎 還是他們日本人的話 就可以直接考了 沒有沒有 日本人也是一樣的 這不分國籍的 一樣要在專門學校念 休滿兩千多個小時 珊珊覺得他之前的口條 不是很好 他比較追求完美 就是一個很努力很可愛的孩子 我這一段會重新錄一遍 那我現在就打電話給他 現在目前進學校兩年來的感想 其實剛進來的時候 我算是很幸運的 因為我們一開學要自我介紹 那時候我講的挺好的 所以一下課就有勾字來找我管 可是漸漸的我就發現說 可能因為文化上的差異 還有我是學比較關於技術方面的 所以比較不像那種一般的大學那種單純 然後大家也是算是有經過社會的洗禮 所以就是變得有一點現實 就譬如說 就是你有哪裡可以利用的 我才會去接近你的那種感覺 所以讓我有一點不習慣 所以最後我就去找留學生玩 雖然有去念過漸人學校 也是念了蠻久的日文 可是畢竟還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有時候老師上課問我問題 我可能就會答非所問 我聽不太懂 然後老師和我都覺得很困擾這樣 也是常常製造笑話這樣 我就覺得這樣子不行 幾乎每一天放學 我就回家一直酷讀 然後苦練那些技術 所以我就學渣變成學法 是不敢說越練越厲害 但是有在一定的水準之上 好 那我們快回去 我一年級的班導他比較喜歡男生 他對男生都比較好 所以那時候其實真的有一點點 天不疼娘不愛的感覺 我們那時候剛進來一年級 我們是要練整槓 然後我每一天都是練到全校最後一個週 因為我槓整個不好 為什麼我想學化妝 是因為我被我朋友嫌棄 化妝技術很糟糕 被獎勁讓我很受傷 其實我是想學化妝的 但是我到了那間學校 那間學校老師跟我講說 你只要學化妝 你不如去考個美容證照 然後他除了可以學化妝以外 也可以學各式各樣的編髮啊什麼的 那我就覺得好像很不錯 可是沒有想到說 基本上大部分中心全部都是在美髮上 偏偏我對於美髮又是手不巧的人 能捕捉嘛 那我手不巧我只能繼續學 然後好過往撐到二年級了 換了一個班導師 後面那個班啊 只剩我跟另外一個留學生 然後整間都是個人 一開始我們兩個人 就覺得 這老師好像也挺不錯的 因為這老師剛開始的第一天 就把我們特別叫過去說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來問我 我都會教你們 我們就覺得放心了 結果我們真的有問題去找他 就譬如我們要做overwave 就是那個破讓頭 我們在捲槓子的時候 全班都捲完 剩下我跟他 因為聽不太懂 最近日文不是我們的母語 一定進度會比一般日本人更慢的 做的時候 老師寧願去幫其他人 去幫他交交染記啊 那種東西其實自己來就可以 他也不願意來幫我們 然後導致說我們到了放學 還沒捲完 那時候他在假星星的走過來說 原來你們還沒捲完喔 那我來幫你們 其實我們只剩一兩個人而已 進度就拖到了 我們兩個就是很相依為命 很自食其力 老師不教我們 沒關係 我們其實就在門上看 一直練習 然後每天都留下來 留到最晚 可能我們的誠意感動上天 其他老師可能也就 我們太認真了 也幫老師都來教我們 我們就這樣子撐過來的 那時候老師啊 就是幫所有班上的日本人 把頭髮全部都打包好了 可是就是沒有幫我們兩個打 我們一開始還很生氣 可是後面我們覺得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為所有的日本人 頭髮都被他打得太短 太包了 做那個 我們會非常難做 然後只有我們兩個最好做 因為我們是自己打的 一直不然他們都不好 我們兩個就做最好的 然後我真的很感謝 但是在考試前有很多老師 對我一對一的這樣教訓 還是有溫情的意思 對 我當初遇到這個班倒的時候 我是真的變得有點討厭日本人 真的遇到其他好的老師之後 我就覺得 真的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是這樣子的 嗯 了解了解 一定要搞清楚你真的想學是什麼 然後就往那邊走 你已經下定局是你要走美髮 你就走美髮 你要學化妝那就找化妝 因為你如果真的想學化妝 卻跑到因為有那個美髮 然後還有上一點點化妝的話 你就會像我一樣很痛苦 一定要open campus多參加點 絕對不要因為不好意思就參加幾家 一定要大幅度的去參加 連他們上課的那個環境 一定都要去看過 我當初是真的太急了 就覺得說那個老師說的好 那一定就是好 不然其實也是蠻多選擇的 差不多就到這邊 閃閃的IG 大家有問題的話可以去找她 那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不太好意思騷擾人家的話 你可以在留言區 然後我再去騷擾她 好的各位 歡迎各位來 今天就先這樣 謝謝你啦 考試再加油 掰掰 參訪訪完了 大家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來體驗看看這邊的生活 或日本的美容等等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